加州 15歲高中生攜獵刀進入校園被捕 Santa Rosa警方星期二早上接到報案 稱有一名學生攜帶刀具 進入位於Dunton Avenue的Armorosa Academy 當警察到達時 教職員稱在一名15歲學生的背包裡 發現了一把大獵刀 學校會要求所有學生在進入校園前 都需要檢查背包 所以才發現了這把刀具 據警方稱 這把刀插在刀釗裡 被藏在背包裡的一個塑膠袋 這名15歲的學生被逮捕後 以校園內持有危險武器罪 被登記在索羅馬縣的少年司法中心 由於學生未成年 所以沒有公開他的名字 警方於周三表示 尚未清楚這名少年 為什麼會將刀具帶到學校 在上星期 Montgomery高中發生致命遲刀事件後 於同一天 Maria Carrillo高中還有一名學生 因為攜帶手槍進入校園被捕 家長和學生都紛紛抱怨 Santa Rosa的學校缺乏安全保障 事件發生後 來自Santa Rosa各個高中的學生 舉行了罷工 校園示威 和街頭遊行 譴責校園暴力 並且要求加強安全 抗議學校未能解決持續存在的暴力和欺凌問題 Santa Rosa市校董會 於星期二舉行會議 有來自全市各個學校的數百名學生 家長和教師參與 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恐懼 要求加強保護和支持 並提高學區的透明度 作出更好的溝通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